官传处长颖凤兰说 屏东县的观光活动在县佛团队的大力推动下 从春天音乐祭 黑尾鱼祭到晚金圣诞祭 都创造出第一名的口碑 带动了南台湾的观光产业更为丰富 更不一样 也因此今年的黑尾鱼文化祭活动 加入的是更多在地特色以及人文精神 因为黑尾鱼祭是国内最具知名度的观光活动 在提升地方经济产业 和兼顾生态法律的前提下 县政府不断地寻求展现发展 融入了海洋保育 地方民俗信仰 渔村文化等元素丰富活动的意义 要让民众有不同的体验 去年我们创造了樱花虾的传奇 那今年我们除了持续之外 我们一定要会把在地文化全部融入进来 那在地景布置也好 一直到整个文宣 整个活动 那我们都会延续着人文的精神进来 今年黑尾鱼祭延续夏季樱花恋的主题 走的是文艺浪漫风 县政府特别在东港镇海宫 海之丘 光复路的日式木桥 安全岛公园 东港西提案 东港华侨市场六大景点 装点浪漫 有樱花灯饰 爱情主题花谱 樱花练艺等等引人流连 而活动期间的每周六日 都有安排艺文表演 内容包括怀旧民歌 热情摇滚 慵懒爵士等 分别在东港西畔的河堤公园 华侨市场等地点演出 尤其近年 屏农县政府积极打造 东港西畔左岸风情 入夜之后 海面凉风徐序 一面聆听着悠扬的乐声或是歌唱 一边欣赏横跨东港西的 静德大桥璀璨光影秀 再来喝杯咖啡或是品名 绝对是一大享受 今年的鲑鱼记来说 那我们今年在每个假日 我们都会有活动 那这些活动一定不是一些 喧哗性的活动 而是能够有一些 在地特色的东西进来 那期待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呢 让更多的民众体会到说 这个活动跟其他现实很不一样 所以我一定要一来再来 那希望这样子增加重游率 也增加游客愿意来的心情 那为地方创造更多的商机 黑鲑鱼记同时强调海洋保育 也特别在小楼厨 举办近海洋景天的活动 一起维护海洋美丽面貌 并且特别推出屏东海生馆 海归野放一日游 以及二日游的套装游城 让民众体验正确的保育观念 新政府强调 黑鲑鱼文化记 绝对不是单纯的吃喝玩乐 还有更深沉的海洋保育 地方民宿信仰 渔村文化等元素 丰富活动的意义 今年的活动到六月底 欢迎民众前来深度体验 评论新闻 蔡立花旅庄好 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